可以坐多个人 有兴趣就过来 我们先介绍一下 玩具TV 第28个第10集 刚刚有观众问起 水桶三一呢 我承传你 没出街 没出街 这个是试板来的 但是托纳试板 都拿得上手给我们 都应该和大货 不会有太大出入 其实这些都挺有趣 因为三一曼蓝已经出了这么多次 是否真的可以做到 每一款都有不同的卖点 譬如这一款卖点在哪里 有惊喜 我看过一条影片 我发现这款是有惊喜的 但这条影片我没有看过 我纯粹刚刚见过人 美丽 拿上手 OK 大家看到了 或者麻烦Ricky 帮帮忙做个 close up 你问我其实整个SkyDude Studio的 GETA ONE 它凭什么要我们付钱呢 因为其实之前已经有很多厂商 不停 是不停地出这个水桶三一 之后还有来 没错 没停 那究竟它能用什么方法特位而出呢 现在由头推到下脚 就是它特位而出的其中一个卖点 外形上的SkyDude 很有King Art 根本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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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般的事实 OK 看到本身 真是说外形 你不需要担心 就着本身的列文位 以及它在水桶形态来说 拿捏是非常准成的 以我理解 即是它是有战选甲和不战选甲 是 给你选择的 没错 因为时间关系既然已经上了 斗篷纯粹给大家看 脱了它 左手左脚 斗篷也磁石 无知一问它这款车 有没有什么作用功能的东西 有 但我没有电 其实正常来说 揭开了背脚给大家看 你会看到 除了它正常的内扣之外 会看到这个灯制 通常有三粒扭型电池 拍开它之后 胸口和头 基本上都是一些 必然会亮灯的位置 好 接着其实要说的 就是看到其实 晨早时间关系已经是一个 纳枪形态的手 以及它的附加部件 摆明 这些是装给大家看 它另外一个卖点之余 我会拆掉它 所以现在就拆掉它了 即是它估计那支枪 在手前臂里走出来 对了 为什么走那么大一样 你可以看到 本身这些技术 除了可以做这个枪的收纳 不要叫收纳 纳枪的动作之余 它里面也会做出 大家耳熟能长的内扣 拆开 完成 多好 多方便 好了 至于这支枪 有师兄问 可否出售2号、3号 其实每一个品牌都是 你不买1号 就肯定不会出售2号和3号 是的 它挺有趣的 就是收纳形态 零零射射会多了支架 支架的解拆方法 只不过是拆了一边 扭另外一边出来 就完成了 这支枪刚才开过 我一会不会再说 所以大家看到枪的造型 你会看到 世界最后之日 OVA时的枪 全部交给你 好 机械人有很多内扣 没错 我站直给大家看 你对这个水桶造型 这支架不够水桶呢 可以啊 真的可以啊 因为本身纯粹 其实我想说一下后面 这支枪是否受欢迎呢 刚才一群人在后面吹水 现在我介绍一群人围着 好像在公園看足企的伯伯似的 對腳鬆不鬆 我這隻很坦白說 我不敢說是很實的 因為它本身的膝關節我一會再說 好 看看 你會看到我半邊已經放了一些戰損甲 有半邊沒有放戰損甲 你可以看看它的版件 武器 戰損部位 特效 正常的甲和半邊戰損甲 在這版本上 另外一版 武器 這些支架 其實真的要找另外一集才能介紹 因為如果大家有去到這個動漫節 大家去到這個Sky Studio的漫節 都看到那時已經展示了示板出來的 而最精彩的地方 並不止於這個3-1 黑3-1 和這個Geta Dragon 反而是他們這個黏著線的地台 至於這些支架怎樣使用呢 或者我稍後 慢慢口述就算了 因為真的玩不完 回到這裏 看到大家玩開King Arts 都會有些異熟能場的感覺 就是這些全部 好 戰損甲也是 脫得之餘 你看過這麼貧能 這次是否用磁石呢 其實重點是 那些甲是否有磁石呢 只是磁石 它放得太實 絕對是優點 而且你會看到 它那些金屬的關節位置都在這裏 不過磁石太實 有時就會黏掉磁石 如果它的膠水黏得太好 因為那些膠水都是用膠水黏上去 有時會黏掉磁石 不過你自己黏掉很容易 半邊的內構就在這裏 很清楚 對 很過癮的 師兄問多少錢 好像正在開訂 現在才開訂 1700 我好像沒有記錯 對 現在才剛開始訂 1700多 1700多 它的尺寸和身影都幾多 我沒有看影片 我覺得挺有趣的另外一件事 其實這個也可以脫掉 我把它塗上去 它整體的東西都可以動 可以動之餘 它最精彩的地方是 在這個位置裝磁石 變成你向前揭 和向後揭 你整塊一起 整塊一起 但是一拍 一拍 就會跟隨座位置 你沒有看影片 你有沒有留意 它的胸甲 是有一個收窄的功能 這裡 怎麼收 要看看這條影片 看到了 看到了 好東西 它應該可以移進去 它簡直是可以移進去 首先把胸口中間的東西 拉向前 對 把這個東西向外面拉 對 拉了 然後把兩個胸甲 輕輕向下 對 沒錯 這樣移進去 便可以騰出空間 讓雙手做出近乎巧手的動作 可以 我一邊有弄一邊沒有弄 變成了 所謂的蝴蝶膠 對 嘩 好尖 可以做些誇張點的動作 對 就是拋擠掉底 拋完擠掉底 先拍攝 有Ricky開機 我就很放心 對 因為 大傢伙手很穩定 你看到我本身 這裡我已經換了一個戰損甲 而 GATTA BIM 的GIMMING 也在這裡 不攪拌 洗澡 多少洗肚瓷 對 那條腰 我的腰 我也好好的拋一下 嘩 有些驚喜 有些驚喜 還有裙甲 是有些驚喜 裙甲才肩 不過稍後說 先說一條腰 是可以全部揭起的 是可以全部揭起的 我想在 這樣看會更過癮 這是正常的背面 不正常 就是這樣 你會看到它拉的幅度很大 也有製造所有補完 是很漂亮的 好了 真是玩 最慘了 你會看到本身 就著它的 情報量 或者裂紋 在庫浪上 是挺有趣的 為何會這麼有趣呢 它是香 看到裏面的金屬支架嗎 就是因為它做了這個切面 和不是一個獨立的棍子 的關節 變了 變了 你會看到這個前染 可動和活動方式 都頗為破格 對 它的大腿是有一個 其實它是為它這樣摺的 對 你看一會 你看看 對 可以做衝力的 拉出來 向這邊 這邊可以先收起來 這個就這樣 是讓你的大腿向前踢 不差再玩 漂亮度 再做一次 它大腿還有一點連動 向前踢 死了嗎 對 膝頭哥 這些就是我們今時今日需要的 膝頭哥的關節 沒錯 扭出來是漂亮的 對 能夠做到這個這麼漂亮的補原 SKY STUDIO MB 和千夕鏈 我是想到這三間 有沒有第四間 對 其實你說一間 但其實BANDAI不是每次都這樣做的 是 又是客製的產品 你說得對 當然 大家耳熟能長的內購 攝石 裝組的時候 很爽 因為其實他們這個公司 雖然我們知道 公司名字不同 但他們以前的做法 那些磁石 他們最早期的時候 控制得不太好 還是玩的時候有點鬆散 但現在看上來 我看你現在這樣玩 就穩定了很多 腳腕來說 當然有一個很巨型的金屬關節 前後 上面其實做了一個橫切 左右 也不僅在腳腕和球形關節 也有一個左右的扭動 再加上這個鞋頭向前動 做甚麼好說 是吸引的 基本上是沒有甚麼好說 放一個漂亮一點的姿勢 可以嗎 沒有問題 放一個小型的姿勢 插個馬 還有這隻這樣的 嘩 這個才要介紹 比較 另外 其實有哪間廠會出流龍馬呢 我印象中是沒有的 連眼睛都好像有 有得很細節的 這個小流龍 流龍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 日本境外的品牌 會有心思 他們知道有一個挑戰 要玩家肯付錢買 他們是扭盡六任 有時日本原廠品牌 便會穩陣一點 是 我不用懶字 他們便會保守一點 還有 除了拍流龍馬之外 我都說漏了他的頸 很漂亮 上次玩真龍三一千直鏈的頸 真的出神有化 這個Gator 1也不說得笑 也不差 千直鏈第一 他便是第二 而且他沒有什麼穿崩 他的頸 你這樣向上向下 形態仍然挺漂亮 沒有變形 雖然很可動 但扭出來的樣子很變形 那種感覺 那頸便會維持到 線條比較統一 如果大家合金控 你可以自己加分 但我不是 這件事都很重手 因為本身主體關節 腳都會是全部金屬制 所以整件事都很重手 重新 這件事只是試板 並不是最後出版的版本 還有沒有什麼調整 我覺得 其實都沒有什麼 合金換句來說 應該大貨質素是能保持到的 大家有興趣便付錢 我覺得外形完全沒有輸 期待下一隻Black Gator 希望會有二號三號 二號三號 不是旗票 九成九會出的 是Black Gator和Gator Dragon 接著二三號 希望有機會是下一波 待會見 四號三號 明星期五 五號三號 最後一號 是 各國五號三號